政策呢是能是就造成了目前的这种贸易不平衡的这种延续 比如说像美国的一些税务的一些政策税收的政策等等 造成了就是说美国人呢不不储蓄而中国的储蓄太多 所以呢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一种没有无法避免的一种趋势 就是让要让中国要投资于美国 那么自今来呢我们一定要来买买一些产品 这样的话对中国当然有好处能够造给中国带来好几百万的这个出口型企业的就业机会 那么当然中国的很有意呢是把它的经济呢基于这样的一种出口型的经济 但是呢这这这这种现象的话呢 那么现在因为美国的经济正在紧缩 所以当然我们进口的产品就小了 那我们的这种贸易不平衡呢当然是缩小了 可是呢对于美中两国都是会带来害处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经济的模式呢 是既能让两国受益 可是呢又给我们带来一些代价的 所以呢很关键的是我们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这些货币的问题等等 那么美国呢也要处理自己目前的一些政策上的问题 来鼓励民众来储蓄的更多一点 这样的话才能够 才能够解决目前美中关系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的问题 目前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专家认为 在中国可能如果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的一个情况之下 目前我们看到的数字已经有超过7000亿美元的国债了 这相当于奥巴马提出这个刺激经济方案 差不多这样一个数字 这么大量的国债情况之下呢 很多人会担心是不是中国有能力 以这个国债作为武器将来抛售美元的话 可能会发动所谓的贸易战争 您作为一位贸易专家 您看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吗 我觉得中国应该是很明智的 他应该理解 如果他要以某种形式来利用 他对美国国债的这样种持有来对付美国的话呢 那么对他自己也适合有很大的这种代价的 因为这些是资产 他们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讲都是有价值的资产 所以我无法想象中国会抛售这些国债 因为这就相当于是把财富扔掉了 也就是说从短期来讲 对于美国来讲 当然是会给我们的这种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代价 对于长远来讲 对于美中都会有代价 对于中国来讲 他会表现出他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投资者 或者是负责任的经济的合作伙伴 这样的话呢 他会不但是影响美中之间的关系 会影响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种是不会产生的 也许不会发生 也许我太乐观了 但是我根本我根本无法想象这种现象的发生 我希望看到的 就是因为目前我们看到了这种贸易的不平衡 目前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 这种最细是美中之间的这种贸易的赤字 还有中国的确是持有很多的美国的国债 还有它所持有的这种总体的这种国债 这些所有的议题 我希望能够通过更加合作性的对话的形式来解决 是我希望看到的 而不是通过这种贸易战争的形式 因为它会让这个两个国家都受害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我们先上还有位江苏的叶先生 我们想听听看江苏的叶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 叶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 我先提一个问题 其实呢 中共政府有两万亿美元的委会储备 有40%呢 投购买美国的国债 有20%呢 投资美国的房地产 是不是有这个事情 还有 如果中共政府抛售美国债权 美元会不会碰贵 谢谢 好的 谢谢江苏的叶先生 那叶先生有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也不晓得马克海姆女士回答这两个问题好吗 叶先生 第一个提到说 如果大量抛售美元的话 是不是美元的价格会崩溃 我再说一遍啊 我觉得中国不会抛售 这个美国的国债 因为 在过去几年以来呢 中国一直是把他的这个美元的储备 拿来购买美国的国债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能够维持他自己 中国人民币的这种价值 也能够确保 中国在出口的时候呢 能够有竞争的优势 而同时呢 让美国也受惠 因为他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利率呢 维持的比较低 这样的话呢 美国国内的这个银行贷款呢 能够有很强的流动性 这样的话呢 让我们能够 能够有这个 房地产的市场能够比较活跃 但是呢 这个问题就是目前两个国家的政策 我们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贸易政策呢 是目前这样设定的 可是如果中国突然停止 他目前的做法的话呢 那他对中国自己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 他如果不再买美国国债的话 那他这钱总要放到什么地方吧 如果放到美国国内的经济 那可能会带来通胀 另外呢 他也会影响美国 影响中国的人民币的这个汇率 这样的话呢 可能是对于他的这个出口呢 就没有那么有大的竞争优势 可是因为现在中国自己的经济 是出口型的经济 所以呢 他就等于是搬起石头 打砸起了自己 砸了自己的脚 所以我觉得目前中国不会这么做 那不会把这个财富扔掉 因为他会影响他自己的这种出口的经济 会影响他自己的这种这些所有的依赖于出口型企业的就业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呢 是很小的 就是说只要我们现在的这种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的话 当然战争时期就另当别论 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打仗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现象不会发生 事实上如果谈到这个购买国债的问题 在中国国内也有两派完全不同的声音 有些人甚至比较乐观认为说 中国其实应该要买更多的美国的国债 因为其实也具有投资的一个效果 如果就一位贸易专家来看的话 你怎么去看中国内部这两派不同的声音 有人支持买国债 有人不支持 到底哪一边的说法是比较正确的呢 有两个说法都有道理 因为你要是如果多样化一点 不要全买这个美国国债的话呢 当然这是很明智的 也就是说你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头 可是呢 话说回来 它也是中国目前的这种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它要维持它的出口业的一个政策的一部分 也就是如果不买美国国债的话呢 那么它把这个机制就等于是拿走了 就没有办法维持中国的人民币的这种汇率了 这样的话呢 它就在出口上面就没有优势了 当然其实话说回来 买美国国债也没有说是太坏的一件事情啊 因为还现在很多投资者还是要买 要投资于美国的 还是一个非常安全的 和过去一样安全 的确有些人呢 也许更多的买一些 其他商品 比如说黄金啊等等 因为经济如果不景气的话 但是其实美国现在从投资角度来讲 还是一个安全港 所以只要是美国还是一个安全港的话呢 把钱放在美国还是好的 所以呢 但是中国美国国债的这种做法 从投资角度来讲呢 还是很安全的 好了 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四川的电视观众 张先生 我想听听看四川张先生您的看法 四川的张先生您好 请讲 嘉宾好 主持人好 我是方先生 你好 那个奥巴马他不批评美中贸易依差 其实美国人民也需要使用中国制造 奥巴马应该大胆一点 与中国加强合作 比如说在高科技一方面呢 我想中国是光明的 共产党其实也并不是一个邪恶的政党 美中有许多共同利益和共同利益 如果有条件的话 中美应该从各方面应该加强合作 好的 谢谢四川的电视观众张先生 那张先生也是持比较合作的一个看法 那在这个逆差的部分 他也提到了高科技合作 如果美国能够进一步的解除一些 高科技的出口的一个限制的话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能够 比较有助于改善目前美中的之间 这个贸易不平衡的现象呢 您的看法 有部分会解决吧 但同时呢 中国现在呢 还是有一些对于美国的和其他国家的 贸易的一种 一种壁垒 不管是关税也好 非关税壁垒也好 所以它应该是要成为完全的一个开放的市场 也就是说你因为你不管你卖他什么给他 只要通过了一些这些 有了关税啊之后 其他的一些法规上面的一些壁垒啊等等 你现在是什么 可能 当心论